我还没吃上中午饭 小小的燕植物饰 死了的鸟 为之庇护 这么多人呢 经常就是去 就吃两碗吃 十多块钱差不多 算不到一百块钱人民币 哦 是有小鸡蛋 现在出来买麦当劳 现在就是天都已经黑了 我还没吃上中午饭 所以呢 现在先去 吃麦当劳 然后去那个 我们现在正在 进行项目的孤立上 看一下 因为有好几天没去看了 这感觉是小小的验收尸 今天是来差亭校 就是店铺的一些活 它呢是修理一下门口的那个监控 然后还有 就是这个屋里面的楼上 都留下了 确认一下 刚才发现了阳台上有一只 死了的鸟 然后呢 说清理一下 把玻璧拿过来了 结果呢 这玻璧里面 有一只壁虎 玩的了 跑了 超级无地狱嘛 就是那只死鸟 然后那只鸟 死在了阳台的 就路台上面 但是要肯定要把它拿走呀 那这个猪汤就是这样 我不爱住汉子的这个原因 你看 像刚才露台上 就直接有一只 死了的鸟 这应该基本上 可能就是斗鸟 它们互相摇会 死了 然后呢 看这个明星背上 还这么多人呢 还这么热闹呢 而且还吓着雨 你刚去说处理这只鸟 死鸟 找好东西 只要这工具上呢 还有一只正在爬的小壁虎 而且现在这个房子呢 因为还没有 就是完成 所以呢 还没有实情拉机头 它实情来扔拉机 它就必须扔在这垃机头 还是天生的 那这样的死鸟的话 就算你有垃机头 你也要在你的垃机桶里 扔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 它才会来给你收垃机 就一直要在你家的院里 然后现在 我还没有垃机桶 就想其他办法 把它先处理掉 否则的话 如果你想办法复则的话 那就要拉到车里 拉回到我们的工具再扔了 而且那个鸟 刚才收拾的时候 已经都涨蛆了 它可能差不多死了两天天 都应该就会有 这种涨蛆的情况吧 然后出到那个上车之前 就发现很多蛆蛆在这里脚 这就是我以前住house的经验 就是屋里到处都是蛆蛆 不管你是什么新郎旧房 经常就是蛆蛆就进来了 蜘蛛那就更不用说了 把头也打到 打到这里了 哇 小鱼在游泳 这个牛排还挺好的 它已经把这个要煮 就是煎牛排的黄油配好了 十多块钱差不多 虽然我不倒了 一百块钱人民币 这个面是我用它煎了牛排的汁 炒的 特别好吃 我弄得比较嫩 我没有按它的气氛中 吃完了 这剩了一块筋 这个一定要买抽皮扣的 其他味道都一般 我以前很喜欢喝另外一种 但是最近发现这个在这儿 很毒气 我以前喝那个扎斯珠子已经有十几年了 我给大家拿去 就是这个 这个扎斯珠子 我以前从留学到 我后来一直在这儿喝这个 我觉得如果大家是来旅游 想尝试的话 你都可以买那个 这个的话你可以试试 这个你也不能喝 一定要喝的 大家可以看看一天结束之后的效果 我现在要开始收拾桌子 桌子是这个效果 我刚晾了衣服 然后再看地上是这个效果 我现在要去洗个澡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平时洗澡 开始平时多么流彩 我买一个九块钱两个包裹 一个潜水的防水袋 潜水的红柄 我都要洗澡 然后它就直接拿个小卡托 把它卡上 会很紧 然后把它搁到浴室 浴室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架子 只好搁香皂的 但是我没有搁香皂 搁手机 我会把这个量挂在这个上面 为更加安全 如果要是竖屏的呢 你就可以这么看 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一个小鱼鱼的 好 您好用吗 还用听一下声音 切完澡之后 我把它们卸起来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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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